政治联盟 第二位叫到我们草原山呢 就是解忧公主 解忧呢与细菌不同的是 她是一位北方女子 她心格开朗 心情刚烈 最可贵的是 她具有政治才能 她到了我们的乌松果后呢 她并没有像细菌一样 悲观消极 而是乐观积极地 学习了我们的云元文化 学习了这七妈打猎 很快呢 适应了我们的幽某生活 她在我们的草原山呢 生活了半个多的世纪 将她的青春和新鲜呢 都撒给了我们草原 解忧呢 从16岁寒朝出发 勒劲了三载 才到了我们的乌松果 她在我们的乌松果 这半个世纪的生涯中呢 她前后又勒劲了四朝三嫁 值得高兴的是呢 甘隆三年年以期训的解忧 尚属汉地 解忧呢 其实所以回到了她的故土长安 72岁过世了 便完成了历史赋予她的使命 好了各位 下面呢我们回到现实 古代的乌松果翻言之间 就是我们现在的哈萨克族 哈萨克族是一个前夕的民族 是一个珠水草儿居的民族 有句话说 世界上走路最多的是哈萨克人 世界上搬家最倾的是哈萨克人 那么我们现在身处的这片草场呢 就是我们哈萨克族的春秋牧场 这春秋牧场呢 似乎留意会不会说呢 年间比较丰富 只被冒生 而且这个牛鸭马呢 是一个珠水草出色的 用途的 海灵马呢 并且都被冒了 西方 其实